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安期间 相关人物分别为马超 韩岁 唐德和忠邮 原文如下 韩岁来典手下八部军马 一同进发 那八部 乃侯选 承寅 李堪 张衡 杨兴 承宜 马丸 杨丘也 八将随着韩岁和马超手下唐德 马带 共起二十万大兵杀奔长安来 长安郡守中游 飞报曹操 一面引军拒敌 不阵于野 西凉州前部先锋马带 引军一万五千 浩浩荡荡 漫山遍野而来 中游出马大话 在使宝刀一口 鱼鱼交枕 不一合 由大败奔走 太提刀赶来 马超 韩岁引大军都到 围住长安 中游上城守护 长安乃西汉建都之处 成都坚固 豪欠险身 急切攻打不下 一连围了十日 不能攻破 庞德晋纪约 长安城中土硬水浅 甚不堪时 更坚入柴 今为十日 真民饥荒 不如暂且收军 只需如此如此 长安唾手可得 马超约 此季大苗 及时颤令自齐船与各部 尽叫退军 马超亲自断后 各部军马渐渐退去 终游次日登城看时 军皆退了 只恐有计 令人少叹 果然远去 方才放心 纵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 大开城门 放人出入 至第五日 人报马超兵诱导 军民静奔入城 终游人赴必成坚守 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 马腾被曹操杀害后 马超的弟弟的马带 躲过了曹操的追杀返回西凉 将马腾遇害的消息 告诉了马超 此后 马超与韩岁联系 出兵攻打长安 长安郡守中游坚守不出 战日陷入僵尸 马超部将庞德献策 杨庄撤军 自己秘密律部进入长安 最终 庞德在长安西门斩杀中游的地理中进 与城外的马超里应外合 一举拿下了长安城 本文妙解 少的成语 是庞德口中的唾手可得 意味像手上吐唾沫 动手就可以取得 比喻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 这句成语的最早出处是 后汉书公孙赞传 注影九州春秋中的是天下兵起 我为拓掌而决 小说中妙处的马超与韩岁起兵叛乱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但原因和过程 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按照小说的描述 马超起兵 是因为父亲马腾被曹操杀害所致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 马超起兵时 马腾还在许昌丹认为 并没有被杀 按照三国制马超传载 马超起兵是在县地建安16年 公元211年 而马腾则是在县地建安17年 公元212年 被曹操所杀 小说作者之所以将马腾被杀的时间 提前到马超起兵之前 目的是为了体现马超起兵叛乱的正义性 毕竟马超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岂能为了按照真实的历史记载 为了以己私利而起兵谋反呢 至于小说中题 道的马超采纳庞德的建议拿下长安 也不是历史的真实 而是小说作者的虚构 按照三国制中游传的记载 尽管此时的中游的确坐镇长安 并参与了后来的关中之战 但马超含碎的叛乱 仅限于关中地区 并没有危及长安 因此 这个情节只是为了突出庞德的谋略和马超的勇猛 而虚构出来的情节 小说中还提到了跟随马超 含碎一起叛乱的十位将领 他们分别是庞德 马带 侯选 成寅 毕堪 张恒 梁星 成怡 马丸 杨秋 这十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据《三国制马超传》注影典六载 建安十六年 超与关中之江侯选 成寅 毕堪 张恒 梁星 成怡 马丸 杨秋 含碎等 凡十步 巨反 击中十万 铜聚合 铜 建列迎臣 而庞德和马带 原本就是马超的部将 此后的故事相信 大家都非常熟悉 曹操亲征关中 击败韩碎和马超 最终 马超 逃往汉中 后来又投靠了刘备 韩碎则在现地建安二十年 公元二百一十五年被杀 庞德和马带的结局大家比较熟悉 前者后来 在汉中归顺了曹操 最终在凡城之战中被关羽所杀 马带则跟随马超投靠了刘备 成为诸葛亮北伐大军中的一员将领 那么 其余的八人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综合三国志相关传记的记载 这些人的结局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关中之战中战死 如李堪 杨兴 承宜 第二类是投降曹操 这类人有三位 侯选 承宁和杨丘 第三类则是下落不明 这类人有两位 张恒和马完 参考书籍 三国志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